那我請教明杰 習近平一方面打老虎 一方面拆尾艦的同時 美國航空母艦在南沙群島大練兵 對 這次這個美軍的航空母艦 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 那配合這個艾塞克斯號兩棲突擊艦隊 在南海其實剛結束一場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在模擬 這一個奪毀南沙這樣的一個演習 那這一次非常特殊 因為我們從幾個這一個條件來看 他不管是他的航路或兵力規模上面來看 的確他有在用於這個包抄南沙這樣的一個目的 或相關的想定設定 因為特別是這一次這個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 他進入南海的一個路線 不是從臺灣南方的巴士海峽 而是繞行這個菲律賓南部的這個明都洛海峽 那進入之後他時間非常的快 十一號才進去這一個南沙 那繞了這一個南沙一圈之後 特別是這個南沙的七個島礁 那十七號其實現在又這個透過這個相同的路線 那離開南海 所以其實短短六天的時間 那外界在觀察說 這一次這個等於說這樣子環繞著南沙進行軍演的路線 的確是可能在進行一個快打快散的這樣的一個戰術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規模 除了航艦上面F35C最新搭載在上頭的 他未來現在其實就已經具備這個 譬如說可以這個西掛空對地的JDAM 這遠距的這個精準炸藥之外 另外像這個上面FAS-8EF 他也可以掛載這個包含像這個SLAM 可以對地打擊 也就是說光航母本身就可以摧毀 這個中國的在南沙非法的七個島礁 那再配合艾塞克斯號上面 這次搭載不是F35B是AV-8B 他的對地攻擊能力也非常的強 同時上面還有MV兩兩必要的時候 他直接可以登陸奪取南沙 他也在向這個北京傳遞一個重要的戰略訊息 就是第一個我們看到先前他的國務院 也在非常同時間巧合的發佈了47頁 在這個有關指控這個中國在南海 等於說非法的這個主權 這不管是深索或擴張 那同時配合軍事的動作 那也就是在告訴北京說 這些南海的島礁都是非法的 隨時其實都可以摧毀 那同樣的因為最近 我說臺海跟這個南海的確是連動的 因為我們看到去年以來 共機不斷的逼近這個 不管是臺灣的新南防空識別區 其實相關的空域的位置更接近東沙 那換句話說 這一個美軍的這一次演習 其實背後我認為還有另外一層意涵 就是如果今天中國敢動東沙的話 其實美國隨時也可以摧毀南沙 所以這樣的一個戰略訊息 我覺得傳遞的非常的一個明確跟清楚 那特別是這一次 除了這兩支艦隊之外 那其實整個放大到這個西太平洋 這個亞太格局來看 其實還有其他艦隊也正在匯集之中 因為還有另外一支等於說是這個更新的美利堅號 美利堅級的美利堅號最新的兩棲突擊艦 也已經南下這個行駛到沖繩附近的海域 那美利堅號他的一個戰力 比現在在南海現身的艾塞科斯號要更強 他已經屬於下一代的兩棲突擊艦 那他上面等於可以搭載更多 包含像12到20架的F-35B戰機 因為他本來就是為了搭載F-35B設計 才這個打造出來 那還有包含像已經趕到西太平洋 的林肯號航母打擊群 上面也有F-35C的戰機 那還有包含像雷根號 目前雖然還沒有出港 但是在日本的橫須賀港裡面 那已經有半年沒有出來 預計今年出應該也會出海來進行 相關的戰備巡弋 所以環球時報看到這樣的一個陣容跟規模 其實已經可以看得出來開始緊張 因為特別來談到說這五艘 其實包含三艘的這個尼米茲級的這個航母 那配合兩艘的兩棲突擊艦 其實等於是五艘航母的規格 其實已經可以打贏一場中小型的戰爭 所以這樣的一個兵力的強度 當然讓解放軍也緊盯在看 因為除此之外 還有更敏感的這個二害二級的 美軍的戰略核潛艦 進駐到這個關島 那這艘內華達號 美軍還直接公開他的畫面 這在過去來講非常罕見 因為CNN報道說像上一次 這一個類似的戰略核潛艦 到西太平洋應該是六年之前 才有這樣的一個舉動 那如果說還對外正式公開 恐怕是四十年來的首艦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 背後同樣的我認為 也在傳遞相關的戰略訊息 因為特別是目前來講 美軍的這個二害二級 還有十四艘SSBN 那中間另外四艘是改成SSGN 就這個飛彈的這一個 這個發射載台 那如果今天是這一個戰略核潛艦來講 上面二十四枚的這個發射管 基本上可以搭載這個高達二十四枚三叉戟 二型D5 這樣的一個等於說這個潛射的這個核子武器 那上面基本上來講 還有包含至少可以這個搭載十二枚的分導彈頭 這分導彈頭 基本上如果可以配備W88或W76的核彈頭 那美方評估說 至少這一艘這樣的一個戰略核潛艦 上面搭載的核武的威力 就已經有高達四十百萬噸核當量 約莫是兩千枚當年投資在廣島 這樣的原子彈的一個威力 那同時間 那他是一艘核潛艦 就可以搭載這麼多 對 所以美方說這一次在對中國 甚至也可能是北韓 因為最近也接連四射導彈 那對他們進行一個核武的一個威擇 其實上面至少百枚以上的這些核彈頭 就是在警告 那不要在這個相關的地區輕舉妄動 所以這樣的一個這個部署的曝光之外 另外更敏感 過去也非常少見 就是有一架16B的這個通信預警機 中繼機 他也飛到關島 那這一艘這個軍機 他本來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他就是一架核武指揮機 也就是說 今天這樣的一個軍機出現的時候 他是譬如說 今天美國總統下令 要從這個二亥二級核潛艦上面發射 這些所謂核武的時候 必須通過這些所謂的中進指揮機 去進行下令 那傳遞訊息 讓這個二亥二級的核潛艦能夠接收到 所以這次連空中都有這樣的一個配合 背後我認為一定有一項 所謂的這個核戰演習正在進行之中 那更特殊的是還有兩架B1B的轟炸機 今年二零二二年也開始首度 從美國本土往西太平洋這邊飛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整個美軍 從二零二二年一開年 在南海跟臺海 甚至東海這周邊的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 跟動作 這個不只沒有比這個二零二一年還要減緩 也可以看到已經大幅的升級 那最後的目的當然是要避免 相關區域發生所謂的戰爭 好我們稍後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词曲 李宗盛